台湾这波本土疫情如果没有办法尽早控制下来 恐怕有不少行业就快撑不下去了 当中包括了农民的生计也大受冲击 因为餐厅只能够外带生意一落千丈 食材需求大减 还有各级学校停课 原本供给团善业者的蔬果 因时间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许多地方政府因此当起了中间平台 直接把产地的蔬果整合装箱宅配卖给民众 但是传统农业要转变产销模式有这么容易吗 而在疫情之后 这样的模式又能否长久走下去 成为蔬果产量失衡时候的解决方式呢 打开蔬菜箱 叶菜 香菇 甜椒 一应俱全 上网买菜 宅配道府 疫情期间蔬菜箱解决一家大小三餐问题 也成为了农民的救星 早上八点一到台中雾峰 这一个小小的冷藏库里工作人员 全部武装将蔬菜一一打包 这里少一条丝瓜 这样这样比较太多 丝瓜好强哦 最近这个疫情的严峻 那学校这个营养午餐停止供应嘛 那这个蔬菜的产区 供应给团扇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这些量要消化去哪里 原本要卖给团扇业者的高丽菜 因为疫情停课一个月 菜都冰到坏掉了 农民损失至少十几万元 之所以会有菜卖不掉 其中一个原因是转换销售通路并不容易 特别是不同于一般传统市场 卖场上架需要包装产销履历 并不是每位农民都能轻易做到 对我觉得这个是在通路上连结的问题 资讯不对称嘛 就是说很多小农其实他不知道 他原本他卖固定的卖销售的方式 可是现在改变了 所以有可能造成他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做 以台湾最大农产地云林来说 五月中停课初期 每周都有150公顿蔬菜因此无处可去 特别是很大部分都是容易烂掉的叶菜类 尽管县府紧急没合卖场销售 仍有大批蔬菜缺乏销售的通路 全台各地政府于是纷纷卖起蔬菜箱 现在我们的农民因为这个基础的管理 所以我们提供这种蔬菜箱的设备 一箱有机蔬菜箱一箱三百八 台中乌丰农会也帮忙云林农民 卖出了四千箱的蔬菜箱 其实蔬菜箱就是透过网路 由政府如农会等体系作为中间平台 让消费者能直接跟农夫卖 以现在目前农民的身份 那他们会把他们的货配送到 可能大部分就是可能中盘商 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是蔬果市场 对那但就中间这一段的 就是一层一层的每个人的协助 然后再到消费者手上 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速度上会慢了一点点 这样的状况其实并不是第一次 回头看看过去 每次发生农产品产量过剩 就会同样发生 农民卖不出去 消费者却哀嚎买不到的落差 蔬菜箱的模式能否拿来当作解放呢 缩短了消费者跟农夫之间的距离 对就是他可以直接去对口 我们等于说是煤盒 我把它跟农民做了煤盒这样子 然后协助农民上架 农会坦言的确有在进行类似的做法 他们透过架设网路卖场 邀请农民上架开店 同时就怕农民不会使用线上平台 农会协助拍摄照片和辅导农民 并协助提供行销广告 我们目前为止遇到最直接的困难点是 他们在于产品的文案上面 然后跟他们的编辑都会有困难点 他本身种就已经很满了 然后我还要上平台去上架 然后还要去拍照 其实对他们来说 这都是增加他们的工作压力 然而农会也坦言了 如果要寻蔬菜箱模式 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还有很多问题要克服 像是疫情后 消费者还会不会在网路上购买蔬菜呢 穿农菜箱会比较好 因为比较新鲜 另一个问题 是农产品要变成蔬菜箱 当中还需要初级清洗和包装承代的能力 那我们还有能力 每箱的处理能力 大概就一箱大概有17块钱 纸箱要25块 运费150块 那你再加上这些蔬菜成本 加起来就差不多 已经到了700块钱 最后冷链物流是关键 像是之前大量网购造成物流塞车 甚至冷藏物品也一度停止配送部分地区 种种原因都会造成蔬果香的成本不断堆高 疫情之后还会不会有人使用都被打上问号 疫情期间蔬菜箱成为蔬果销售的新商业模式 未来能否延续成为解决农产失衡的解方 还有待观察 但已经让农产销售看见新的可能